先议员张美惠表示 6号有民众在市区围庭遭脱掉 却是警方坐在车上 由穿着警用反光背心 戴警帽的约雇人员下车搜证 直约雇人员不具司法人员身份 却执法脱掉 程序为师 批警方带头违法 要求逐渐清查去年脱掉案件 先议员张美惠在13号的先议会 定期质询时后出示照片 直16号下午警方在花莲寺临森路脱掉 由一名业故人员拍照搜证 他质疑该员不具司法人员身份 却穿着警察背心执行 是否涉及到公然漫用公务员服饰 规章官衔冒用 冒充公务员行使职权 逢违反刑法第159条 花莲县的违规车辆脱掉 目前是由花莲县警局交通队自办 目前有8辆脱掉车 8名交通远警 以及2名约雇人员来执行 去年110年有421万元 执行的脱掉的罚金 还有保管费的罚金 加总400多万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陈情的案子 就是有关于在执法过程的违法 为什么执法还违法呢 因为在脱掉过程当中 有一名的人力是警察 一名是脱掉人员 脱掉人员没有警察身份 但是在花莲市区在5月份 执行脱掉任务的时候 是由脱掉人员来执法 就是来拍照来露营 那这个是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脱掉人员要做的是 去让车子上架或上辅助轮 或者在地面上留电话 让车主可以去领车的一个依据 但是当天是由 没有警察身份的脱掉人员 他穿着警察的背心 戴着有警徽的警帽去执法 那这样子其实就是违反了刑法 159条 158条 那在违法情况之下 所开出的罚单 所做的这个执法行为 那我认为其实就是 很明显的执法犯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421万以去年为例 有多少是因为违法的一个开罚 这样的一个处分 对民众的权益是受损是受害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在今天的议会总职群 要求警察局要去调查 要去厘清 所有的他们在过程当中都会有录影 可以从录影来去厘清 哪些是脱掉人员去执法的 那这个执法这样的一个罚单 是失效是违法的 民众可以提出行政诉论 那如果民众根本不知道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接到的罚单呢 那处分机关就应该要主动的撤销 这样的一个裁罚 赞美会表示当时正牌警察 正在车上冒牌警察 接下来执法两者角色互换相当荒谬 警察公信力在哪里 更违反现警局制定的花园线处理 妨害交通测量知识条例作为流程 若脱掉过程已经违法 就侵害民众的权益 开立的罚单不具效力 要求全面清查去年脱掉案件 有类似违法执法的情势 一定要撤单退款 记得继续观视频道